那有他的原因 那為什麼會我出家的力藏那麼艱苦 過去造了惡業 有機會這樣子消 因為如果不消 會辦法有更大的發揮更大的承擔 所以諸位菩薩 小心謹慎 身口一三月要謹慎 不要造惡 有不好的念頭趕快調整過來 錯誤的行為趕快改變 不要像我這麼辛苦 那是要發願 我個人認為我過去是有發願 我則沒有這個機會 願很強大很重要 這就是我跟師父的緣分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談談師父的個性 我在跟師父相處互動的過程中 我所看到的師父的一些 蠻特別的蠻凸顯的個性 是什麼樣 師父他是一個非常的自律景言的人 他的衣服都是穿深咖啡色對不對 諸位菩薩有沒有注意到 很多法師男眾法師他們都穿很亮的顏色的咖啡對不對 或是黃衣他沒有 他都是穿很暗沉的這種色的衣服 他即便是那麼樣的一個大法師 知名度那麼高的高望重 他一輩子都沒有穿那種很亮的衣服 那他也只有在他自己的臥室 或是出波的時候才會穿短褸 他至少還在寺院裡 我們一看到他都是穿長衫 他也這樣教訓我們 我們一出房門就要穿長衫 不像諸位可能在路上看很多出家人 好像穿中掛穿短掛就到處跑是不是 這個威夷看很嚴謹 那他在很多大法師面前 大家一起在辦活動出現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生活就是特別行住坐臥講話 就是中規中矩 非常的嚴謹 不像有的人就有一些比較懶散的 隨便的動作 甚至像他也不會拿扇子這樣扇 有時候很熱他也他都不會這樣子 那他去朝聖在佛的勝利的時候 熱的不得了印度好熱朝聖那真的很辛苦 我們都戴斗笠戴帽子他不戴帽子 他這是聖地耶 佛在這裡說法在這裡度眾生的聖地 他不敢戴帽子 有一個美國人叫Dan Stevenson 你們很多人知道他 他跟我說 有一次啊師父從台灣回到美國 他戴了一副新眼鏡 那個框框很漂亮 那師父戴起來很好看 他就跟師父說 哎師父這副新眼鏡很漂亮很好看啊 然後師父就離開他 就進房間去 出來換了一副舊眼鏡 從此那一副新眼鏡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漂亮的眼鏡不能戴啊 這是師父 他出家人 他對他自己的要求 是這樣子的 而師父他是一個非常整潔乾淨 一個簡單樸實的人 師父他在美國沒有床 他自己的療房裡面啊 有一個海綿店推對著 白天收在牆角 晚上打開就睡覺 永遠是這樣 在美國從來沒有床 那他如果有多的衣服 披風啊 人家供養他什麼 他就自己保留一份 那就其他的 就送給我的徒弟 以前我剛出家 他還給我帽子 沒有戴他的帽子 我想這師父的帽子怎麼敢戴啊 對不對 留著供起來 做紀念怎麼敢戴 那他自己的房間裡 就是很整齊很乾淨 沒有什麼佈置 沒有什麼裝飾的東西 還有師父的特色是很喜歡分享 所以像人家送他水果啊 餅乾啊 他都是拿出來跟聖眾分享 嗯 還有有一次 因為我以前當師父的祕書 有六年 晚上人家送了一盒餅以後離開了 已經十點多 談到十點多了 那師父他身體不好嗎 他的胃很弱 他吃東西很少 他一天吃 還要吃三次小點心 吃三餐以後 還要三次小點心 那他吃了一塊餅以後說 哇怎麼這麼軟這麼好吃啊 你吃吃看 你吃吃看 十點多了我不應該吃東西 他要我吃 就是他很喜歡分享的個性 知道有好東西 他就要讓人家知道了 要分享 他也有一次在相鋼 住去湖邊 看到湖邊有一種特別的花 全部開放 非常餐的非常美 回來就告訴每一個人 你們都去看花 工作先擺下來 人家再算帳 算一半也說 你先不要算去看花 這個就是他 從小一根香蕉咬了一口 好好吃喔 結果帶著咬著一口的香蕉 去給每一個小朋友 大家填一口 這就是他一輩子就是這種個性 所以遇到佛法好 他就是記得要分享 可以看到在生活中還是很鮮明的出現 另外我們知道師父他很幽默 他在台灣因為一般人 對法師是很恭敬的 法師在講講堂上也不一定 也不適合是很幽默 但是美國人最愛開玩笑對不對 我看到師父他在美國 獎金通法非常的幽默 他的幽默很高級 是很獨特的 很有他自己的味道 很有文化 非常的幽默 他有時候在生活中 輕鬆一下也會跟我們開開玩笑 會幽默一下 還有師父他很重感情 很重感情 對他有恩過的人 他非常的懷念 曾經他在高雄美龍閉關 有一個女眾法師護持他 替他送飯菜照顧他 那也曾經幫他做過衣服 在我們法古山洛城 開山洛城的隔年 師父邀請一些教介 跟我們關係比較密切的女眾法師 到山上吃吃飯 走一走看一看 這位法師也來了 結果那一天 師父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棉布的舊長衫 已經很舊而且皺巴巴的 皺了一塌糊塗 從香底很深的又翻出來的 又沒有燙 他就穿著那件衣服 跟大家在一起 那那些女眾比丘尼明 因為很多都已經是寺院的長老 或者是住持 他們都穿咖啡色的 諸位菩薩知道嗎 一般來講 大法師不穿灰色的 都穿咖啡色或是黃色的 他反過來 就是那些女眾法師都穿咖啡色 他穿灰色的 那我們就跟師父說 師父你再見 你怎麼這麼皺 應該躺一躺 我就換一件 他說沒有關係 結果他在那個會場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 我今天特別穿了一件 他替我做的衣服 來讓他高興一下 大家鼓掌啊 排手雷動 這就是師父他很重感情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應該都很有經驗 師父是整個重感情法 他才有意思 他去買一件海青一千塊 結果要買海青大概一百塊 沒錢 在很困擾的時候 看到師父他說 師父啊你給我錢啊 我要買海青袋 師父就說 好啊多少錢 一百 我今天剛好有錢 還給你一百 他是這樣子跟師父相處 還有師父有一個特點 他不過生日 你們知道嗎 師父的七十歲生日沒有了 因為在飛機上正好 一上飛機 在飛機上一下飛機 他的生日已經過了 那他七十五十歲生日那一天 很多人知道 他們聯合起來打災 替龍禪寺聖眾打災 要替師父嵌生 還有人送花 一一退回 打災 他不吃 他那天中午離開龍禪寺 不知道外面去去哪裡 不知道 從此以後 再也沒有人感覺 他過生日 結果偏偏啊 有一年 民國 哪一年啊 最近的一次朝聖 在中國大陸 剛好遇到他生日 劉偉剛福薩他們一批人啊 去買幾個蛋糕 又被罵一頓 我們不吃蛋 你不知道嗎 蛋糕有蛋啊 要吃蛋糕 還不容易 每天都可以買 很多蛋糕啊 你們幹嘛在這個時候 買蛋糕吃 我就是不過生日 他們又被罵 我不吃 你們要吃自己去吃 什麼插蠟燭啊 什麼上生日快樂 通通眠了 就算了